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2012年上映的古装电影《华盛》 这部电影是由吴玛、吉利、郭珍妮、许宁连妹出演 整部电影就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可以说是传古之风、成古之韵 看完后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眼前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想用自己手里的鱼换二斤羊肉吃 屠夫抬头看了看老人 直接就说到二两肉 想换就换不换拉倒 听到屠夫的话 老人又说道 两斤羊肉帮你画一幅钟馗 来镇一阵屋子里煞气 看到老人不死心 屠夫拿起手中的刀就说道 就凭我手里的这把刀 什么牛鬼蛇神都得吓跑了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到了晚上屠夫家就出了事 深夜屠夫听到一阵全肺声 赶忙拿起大刀出门查看 可出来后 屠夫并没有看到外面有人 吓得他一夜未睡 隔天屠夫就找到老人 来到后立马就跪在他的身前 原来经过昨晚的事 屠夫是来请老人去自己家里做画的 很快 老人就来到屠夫家里 首期笔落一幅钟馗画像就做好了 之后 老人又拿来朱学给画像上色 立马就让钟馗栩栩栩如生 原来这个老人 正是大名鼎鼎的化身吴道子 当年唐玄宗特别喜欢吴道子的画 于是就将吴道子请进宫里 并且还特别下旨非有照不得画 虽然是无上尊贵 可对于爱做画的吴道子来说 明显就是一种进宫 一心想要作画的吴道子 于是就逃出皇宫 隐居在这个小山村中 本想着与之前的人断绝一切关系 可仍旧逃脱不了 最终还是被人找到 原来是唐玄宗晚年时 太过思念杨贵妃 于是就让人寻找吴道子进宫作画 如果谁能够寻到此人 家观尽觉 赏金百两 重赏之下 许多人都在寻找吴道子 而唐安周就是其中之一 就在这天 他正好路过小村庄 在这里歇歇脚 客栈老板得知是京城来的公子 于是投其所好 让漂亮的姑娘为其抚情拧酒 看到眼前的景象 唐安周立马提笔作画 没多久 一幅少女抚情图 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到画像 众人纷纷称赞 也就在此时 吴道子意外闯了进来 看到画后 就对着这幅画点评了几句 吴道子说道 用墨胶不润 运笔立足却无气 虽然有形却无神 说完后 吴道子喝了一大口酒 然后就对着唐安周的话喷了上去 看到有人敢这样侮辱自己的作品 唐安周立马愤怒不已 准备拔剑挑战 客栈老板见状 赶紧上前阻拦 说 他就是村子里的疯老头 公子干嘛要和他置气呢 随后 老板就掏钱将这幅画作买了下来 就这样 唐安周的愤怒也平息下来 这个其貌不扬的怪老头 每天要吃要喝 所有人都说他是疯子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怪老头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画圣吴道子 一幅钟馗画像 画得是唯妙唯孝 接着说 当天晚上 唐安周无心入睡 他一直在想着皇帝的圣旨 只要自己找到吴道子 以后自己肯定能够平步青云 由于睡不着 唐安周就想把白天的画修缮一番 可当他再次看到这幅画后 这幅画竟然因为那一口酒 分成了三种颜色 不仅有神骸 气欲十足 有这般本事的人 怎么可能是村子里的疯老头 想到这里 唐安周好像知道了什么 隔天 一大早唐安周登门拜访 可里面根本没人回应自己 于是 唐安周便自己一人开门进去 刚进门 一阵酒香飘来 可屋子里面破烂不堪 于是 唐安周就坐在院落等着吴道子 可是等到下午都没有等到 于是唐安周便想先回客栈 可走在路上的唐安周发现 村子里家家户户门上的门神 全都是神采异役 线条囚禁 而这些门神 正是出自吴道子之手 唐安周此时也断定 那个疯老头就是吴道子 之后 唐安周就找到洪翔 想在这里打探点疯老头的消息 原来洪翔本是叛将之女 理应处展 而吴道子却救了他一命 带着他逃出京城 隐居在这个小山村中 成为一名客栈老板 为了不暴露身份 红将只是随意敷衍了 陈安周几句 可他并不想放弃 当天晚上 陈安周就趴在门神前 临摹出一份门神 隔天 唐安周拿着自己的的话 再次来到吴道子家里 可他还没进屋 就听到里面传来憨声 原来吴道子 此时正在呼呼大睡 唐安周见状 也不敢吵醒他 于是就跪在门外等 吴道子醒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吴道子突然起身 直接来到基隆前 唐安周见状 赶忙抱拳行李 准备拜师吴道子 可吴道子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一把就在鸡窝里面 拿出来一个鸡蛋 在将鸡蛋吃完后 吴道子再次躺下 呼呼打睡 晚上红翔找到吴道子聊天 因为他感觉 陈安周不怀好意 可吴道子却动了收徒的心思 因为陈安周 也是一块良才美誉 可现在的他桀骜不逊 只要他能够去掉高傲性格 自己并不介意收他为徒 隔天 陈安周再次来到吴道子家里 刚想跪下吴道子就挥手让其进屋 看小鸟住窝 之后 吴道子又将他带到菜园子 然后就让陈安周挑份施肥 虽然是脏活累活 但唐安周并没有怨言 看到这一幕的吴道子 又带着唐安周来到一户农家 只见吴道子 现实在墙面上刷了一块白漆 然后就提笔上前 唐安周见状 赶忙为吴道子端上墨汁 接着 吴道子龙飞凤舞 没多久 一副宋子观音图 就呈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面前的画像 唐安周目不转睛 也就在这时 唐安周发现 吴道子并没有在这幅画上面落款 吴道子听到这话 并不在意 但唐安周 却连夜为他刻了一枚印章 这个怪老头 绝对是画胜级别的存在 因为他所画的每一幅画 全都栩栩如生 唯妙唯肖 接着说 第二天 吴道子来到屠夫家里 给他画钟馗 画完后 唐安周直接跪地拿出印章 让吴道子落款 吴道子看着印章上面的名字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他看了看印章 就说道 我没款也不想落款 如果你喜欢 那就把你的款落下吧 可唐安周继续紧追 他想让吴道子公开身份 然后跟自己回到京城 吴道子拿过印章 直接就扔了出去 唐安周还想继续劝说 这时红将来到帮他们解围 这才让这场闹剧结束 可唐安周并不死心 于是他就拿着印章 将吴道子的所有画 都落上了款 可皇帝曾经给吴道子下过照 如果真的将这个事情落实 那么全村人将会面临杀身之祸 唐安周想要以此相逼 可吴道子却丝毫不惧 随后 吴道子就带着唐安周 来到一处墓前 而墓碑上面 正是吴道子的名字 看到这一幕 唐安周心如死灰 直接就疯掉了 深夜 唐安周冒雨来到墓前 直接将墓扒开 看着里面皇帝遇刺的赵令 唐安周大哭起来 就算这样 唐安周仍旧贼心不死 他竟然买同小二 把洪翔的家书偷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 洪翔是叛将之女 所以他想以此作为要挟 让洪翔劝说吴道子 公开自己的身份 没有办法的洪将 只好答应 之后 唐安周拿着赵令 再次找到吴道子 因为唐安周要的市民 如果吴道子肯 跟着自己进京 那么这份家书 便就地销毁 也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来到说 红将不想违心 但又被迫无奈 只好跳井自尽 就在吴道子伤心之际 唐安周找来的士兵来了 他们是来接吴道子进京的 当他们看到 眼前的疯老头后 官差根本就不相信 他是吴道子 可唐安周仍旧立意熏心 他举起吴道子的手 仔仔细细地观察 因为就是这双手 在皇帝面前 日化嘉陵江三百里 他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可如今却流落江湖 沦为疯老头 每天和泥土相伴 就在唐安周恨自己 不能长出这样一双手时 吴道子却直接抽出宝剑 将自己的右手砍了下来 然后喝了一口酒 便离开了 世人全都羡慕宏伟的宫殿 可对于吴道子来说 却如同囚龙 如果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作画 自己这只手不要引吧